hello 欢迎回到和秋月一起学以色套 说到以色套 我相信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以色套的函数好难哪 没错 函数是我们在学习以色套永远都逃不掉的一个课程 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几个常用的以色套函数 让他来帮我们解决80%的工作难题 回想一下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 比如抒发比赛 郎众比赛 舞蹈比赛 歌唱比赛等等 说起这些比赛 那些画面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耳边仿佛又响起那些熟悉的声音 就让一个最高分10分 取得一个最低分6分 三号选手最后的平均得分9.63分 我不知道当时呢你听到这个分数的播报之后有没有在想 这个平均分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难道真的是拿出手机点开计算器一个一个计算出来的吗 肯定不可能 又或者他们有一些专门用来计算平均分的设备 其实这些都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有excel再学习几个简单的函数 就可以轻松搞定赛事计分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以唱歌比赛为例 开始今天的课程学习几个常用的excel函数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空白的表格记录选手的名单 以及每个评委打的分数 然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像超市收益员一样打字神速的计分员 能够快速的把每个评委的分数输入到excel表格当中 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excel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我们打开已经统计好分数的这个表格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得分这一列当中计算每一个选手的总得分 也就是把评委一到评委七的分数做一个求和计算 在没有excel之前我们可能真的要拿出计算器把这些分数加起来 然后再计算平均分数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excel 只要学习一个简单的函数就可以快速完成这个任务 要在哪里输入函数呢 有三种方法 首先第一种方法 如果你不知道使用哪一个函数可以这样操作 选择得分的第一个代名格 然后在编辑栏的左边找到一个fx这样的插入函数的按钮 点击之后会出现插入函数的对话框 我们可以在这个搜索框里面输入我们对函数的一个简短的描述 比如现在我们需要找求和 然后点击转到就可以搜索求和相关的函数 或者点击下方的这个下来菜单来查看不同类别函数的一个具体的函数清单 实际上求和是一个非常长用的函数 所以我们点击长用函数 就可以快速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函数叫做sum sum函数 我们选择这个函数之后 在下方也可以看到一个简短的描述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看到一个设置参数的对话框 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每一个参数的数值或者引用 在编辑这个参数的时候 下方会显示对应的关于参数的详细的描述 这个参数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数据区域 来对这个区域进行求和 我们点击旁边的向上的小箭头 然后选择 评委1到评委7的这个数据区域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就快速得到了第一个选手的总得分57.4分 这是第一个方法比较的繁琐 如果你能够记住这个函数如何拼写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第二个方法 直接在单约格当中输入一个等号 然后输入函数的名称sum 大家可以注意到当我在输入函数的过程中 acel会根据我输入的内容给出一个函数的备选列表 我可以使用上下键头来选择需要的函数 选择之后呢 按下type键可以快速补全这个函数的名称 然后我们选择要计算的数据区域 再输入一个右括号补全函数按下回车 同样可以快速计算出第一个选手的总得分 第三个方法是acel为求和专门设置的一个特殊的功能 叫做自动求和 接下来请跟着我操作 首先我们选择得分的第一单元格 然后按下键盘上的alt加等号键 哎 奇迹的一幕发生了 单元格当中自动出现了sum的公式 而且正确的引用了我们的数据区域 我们直接按下回车就可以计算出这个结果 这就是自动求和的功能 它会根据我们当前数据区域 自动在单元格当中插入sum函数 并自动引用需要求和的单元格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高级 这可是以色高手必备的一个技巧 一定要记住 计算出第一个选手的得分之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前面学习过的双击填充法 选择这个单元格 然后双击它右下角的填充柄 快速填充每一个单元格 得到每一个选手的得分 有了得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计算每一个选手的名次了 在没有学习函数之前 我们可以这样的操作选择得分这一列拿出了任意单元格 在数据选项卡中找到降续排序 这样一个按钮 因为我们希望分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吗 点击之后对得分进行排序 然后在名次这一列输入一个一 然后向下填充 点击填充选项 选择填充序列 这样就快速得到了每一个选手的名次 这样做显然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主持人告诉我们 这个选手的有一个分数统计错了 不是8.1分 应该是9.8分 那么我们需要对得分重新进行排序 重新填充名次 这显然是非常繁琐的 而使用函数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函数会根据数据区域自动更新计算结果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个关于排名的函数 叫做rank 既然知道了函数的名称 我们就可以使用前面的第二个方法 直接在单约格当中输入这个函数 我们选择名次的第一个单约格 然后输入等号 输入ran 同样的在我们输入函数名称的过程中 SL给出了一个函数的列表 我们可以使用向下键头选择rank函数 然后按下type键快速补权函数 这个时候SL会给出一个简短的参数的说明 很显然这给出的信息非常的小 这个时候可以点击编辑栏旁边的插入函数的按钮 打开详细的参数说明 首先第一个参数number是我们要查找排名的数字 这里我们要查找第一个得分 所以选择58.1这个单约格 第二个参数是一组数或者对一个数据列表的引用 表示我们要在这一个数据列表当中 对第一个参数进一个排名的计算 所以选择所有的得分数据 然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双击右下角的填充饼快速填充公式 这里好像发生错误了 怎么全部都是第一名呢 注意接下来你要学习一个减啥错误公式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选择第一个单元格 双击这单元格进入公式的编辑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参数对应的选区呢 会用相同颜色的选框给框选出来 我们来查看下第一个参数 对应着蓝色的选框表示第一个选手的得分没有问题 第二个参数对应着红色的选框表示所有选手的得分也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单元格 第一个参数表示第二个选手的得分也没有问题 第二个参数对应着红色的选框 这里好像出现问题了 他怎么向下移动了一格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参数 同样的他向下移动了两格 第四个又向下移动 第五个慢慢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规律 我们第二个参数对应着红色选框在不断的向下移动 这就导致我们在计算排名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锁定第二个参数应用的区域 那么怎么操作呢 我们选择第一个单元格 然后双击进入公式的编辑状态 选择第二个参数的应用区域 然后按下键盘上的F4键 把这个区域快速转回成一个锁定的区域 关于锁定的技巧呢 你可能还不太明白 没关系后面的课程我们会详细的讲解 然后按下回车 完成公式的编辑 然后向下提升公式 这样我们就正确的得到了每一个选手的名次 同时我们在修改其中一个选手的得分 把8.1改成9.8分 那么可以看到无论是得分还是名词都同步的发生了更新 这就是函数的魅力所在 根据数据的变化自动更新计算结果 课程的最后呢 我给你留一个小小的作业 挑战一下自己 在这个计分表格当中呢 我添加了最高分和最低分两列 同时最终得分的计算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变成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求平均分的方式 你能够独立完成吗 给你三个小小的提示 最高分实际上就是在计算前十个分数的最大值 可以使用max这个max函数 最低分呢 可以使用最小值的函数min的函数 第二点 在输入公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前面的方法2 直接在单约格当中输入公式 如果你对这个公式的参数不很熟悉 可以点击编辑菜单栏 左边的插入函数按钮 来查看详细的参数说明 第三点 最终得选的计算方法 可以使用sum函数 计算这十个分数的总团 然后再减去 我们计算好的最高分和最低分 再除以8 注意是除以8不是10哦 因为我们已经减去了最高分和最低分 就是这些 快去下载本节课程的参考资料 自己动手试一下吧 好了 本期课程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你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 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关系 通文课程非常详细的介绍了 每一个考课步骤 方便你随时的翻看 另外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学员QQ全哟 和其他的同学一起成长吧 这里是和秋月一起学excel 咱们下节课再见 政府什么护育 案外面 中文化 流